元昊终于表示 承认宋朝的中央政府的地位 接受了宋朝的封号 在和平条约上签了字 使得战乱多年的西北地区 出现了和平和安宁 狄青 你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要嫁给桑娜将军 为了表示对你们的祝贺 我特地把这对鸳鸯剑刻上了你们的名字 赠送给你们 请收下吧 谢谢 桑娜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 他会给你幸福的 这我知道 可我担心我也许不会成为他的好妻子 这是为什么 感情上的事很难说清 不过我和他成家后会面对现实 因为我明白追求完美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完美是可以创造的 但愿如此吧 我真诚地希望你也能创造完美 谢谢你对我的祝愿 对了 在你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出席你的婚礼 不 你最好别来 我不希望在婚礼上见到你 以后也不想再见到你 但我永远会记住你的 再见 在星光闪耀的夜晚 微风中带着些茫然 要想要想看穿 真的不简单 为了你将一切抛开 再为我停留 再为我停留 扶平我受伤的期待 让将近爱和忧愁 漂浮的夜宵 雨散 别再为我停留 我不要幸福的爱 我不要幸福的爱恋 趁着我一般的回味 沉默在每一个 想你的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